Hello,大家好,这里是麻辣熊猫 那最近呢,带大家体验了很多新的还有成都的美食 那我们今天换一下,带大家来体验一下成都的历史文化底蕴 东夫草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哇,你看银杏都已经黄了,好漂亮哦 都宣,听秋天的这里 杜甫草堂是那个中国唐代诗人杜甫流域到成都时的一个住所 据说杜甫先生在此居住了大概有四年左右 共创作了诗歌有二百四十余首 杜甫草堂主要有公布词,少林碑亭,某屋故居等景点 杜甫家的后院真的还是挺大的 其实杜甫在离开成都之后呢 这个草堂变不存在,非消失了 但是唐朝末年的时候,诗人伪装重新找到了草堂的遗址 然后重新进行了修起 然后在大概是明洪治师三年和嘉契十六年的时候 又经过了两次大修 才基本变成了现在的草堂的格局和规模 在1952年,草堂又被全面修整,正式对外开放 1955年的时候,成立了杜甫纪念馆 1984年,则被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 草堂总面积有近三百亩 其中建筑基本以清代风格为主 园林则是以独特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为主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杜甫的草堂故居 竹八墙,茅草顶的一字型的川西农居建筑风格 屋内中间为堂屋,左右两边分别为卧室 房屋的东侧为厨房 据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 就是在这儿写下的 这边是公布词 公布词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杜甫曾作为节度参谋简校公布员外郎 被称作杜公布 所以公布词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公布词的东侧就是少林草堂碑林 传说是雍正十二年 古郡王送达赖进藏 半叶草堂留下的首记 除此之外 草堂内还矗立着一番 记录着杜甫存世的 1455首诗歌 所刻成的杜甫千诗碑 以及杜甫书法木克郎 这里面呈列的都是杜甫的名片佳作 以及历代著名书法家们的首记 这些都是用坚固的珍贵栏目所雕刻的 在草堂内 无论身处何处 都让人有一种失意盎然的感觉 草堂内的面积非常大 非常的宽敞 随处可见的绿植 绿雨冲冲 生机盎然 习惯了宣冒繁华的闹市 走进草堂 仿佛踏进了另一个世界 远离了繁城闹市 顿时过上了悠闲寂静的生活一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四川 关于成都 想要了解的东西 都可以告诉我们哟 期待你的留言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